請問邦幾個人在這個車上洗過頭 兩三個 兩三個而已 所以有活動的時候 就真的一間一間理容院這樣子 初旬 有初旬的時候 對 這洗頭像我們做小孩的時候都這樣洗 對啊 應該要洗三包 這也看得簡單 換你講 這洗如果沒煮 補完整個面 流到前面額頭 脖子上全部都是 所以待會兒就是倒下來這樣子沖 然後水就流下去了 沒有 我是倒前面 我要低頭往前 像我們洗手一樣 我昨天洗碗的時候 你的頭就是碗公 你就放在那個 人家洗 衝的時候就比較小心了 不能真的容易進人 泡泡進眼睛對不對 其實你只要脖子的角度是正確的 那個水是不會流到耳朵下去 甚至你眼睛張開來 都還不會吃到眼睛對不對 一定會 一定會啊 有泡泡 所以眼睛要記得閉起來 好 像小時候媽媽幫我洗頭一樣 對 就眼睛閉起來 除了鏡子以外 熱水 熱毛巾 充電吹風機 李龍院裡該有的東西 一應俱全 上了車 你絕對可以感受到老派李龍院的服務 至於個人的隱私和兩旁的風景 蠢蠢也顧慮到了 像車道的一邊是完全遮蔽式 不用擔心隱私外露 但如果你想共襄盛局 那就打開小窗戶工人觀賞 而靠近人行道的這一邊 則是完全開放式 近距離的體驗最真實的台南生活 我們已經引起路人的圍觀了 大家好 哈囉 有空來一起洗頭喔 這樣真的如果臉皮比較薄的 會害羞耶 對 有一點 有一點害羞喔 對 這一台李龍院行動洗頭車 的確還滿有創意的啦 發明人就是我旁邊這位蠢蠢小姐 本身是李龍院第二代 因為現代年輕人根本不上李龍院 導致李龍院一家家的關門 捨不得這些庶民文化走入歷史 蠢蠢便把李龍院搬上行動車 用人力拉車的方式 讓遊客一邊享受老職人的洗頭服務 一邊感受台南街道的風土民情 因為我們想要推廣那個李龍院 可以跟城市旅行結合在一起 所以我們就希望說 可以像那個台南有很多廟會的遶境 是 那所以假設是說他可以坐在上面 然後就像神明一樣高高在上 一邊洗頭 一邊看台南市的風景 然後到他要去的禮法廳 所以這個發想是從神教 那個地方來想到的 對 從遶境的那個概念開始 除了讓遊客坐在車上 有如神明般高高在上 蠢蠢還把一些台南的老牌李龍院 當成廟口 在遊客一家家輪流拜訪 黃大哥 你待會兒要去挖礦嗎 沒有 找到找到 歐蠢剛剛才用這個 酒比較清爽就對了 我有整備五個材料 為什麼要這麼多雞 一雞就有了 一雞就把它搞定了 對 以前都是鐵 鐵的材質比較重 所以我們的銀杆裡面 你會有比較敏感的 有比較沒有敏感的 有的人裡面是鐵的 有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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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風你也真的有經驗 沒怪人還要喝一雞 對啊 一開始的 一開始的稍微氣結束 沒有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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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風你也有鐵的 有鐵的 阿娘 我覺得我像一隻貓咪 有那個貓咪被騷耳朵的感覺 不錯 不錯 我現在要用一支 已經失望了 現在比較少人要興奮的東西 特別的 對 對 拿來講 讓你稍微看看 什麼鐵的 鐵的 鐵的 有鐵的 有 我現在沒有鐵的 不要 不要 我們前一隻貓咪 哪有鐵的地方 你多多包含 這隻貓咪 你的貓咪要什麼 這隻貓咪要什麼 不要 這大隻貓咪要什麼 不是 這隻貓咪也差不多 你這隻貓咪 這隻貓咪要什麼 我這隻貓咪是 我剛才四、五、十湯 有鐵的 那隻貓咪 小貓咪 大貓咪 人家真的要用這隻 我不如拿這隻 我沒有這隻 來 來 你比較小 我這裡也有一隻 你比較小 你比較小 沒有你我把它封來 你如果把它封好 我會封過去 沒有 我不是可以 直接幫你 你有沒有感覺 沒有 看一看 看一看 真的都不看一看 你們自己看看 這裡面白的雞尻 有哪一個是理容院 該有的工具 站在門口 你會以為它是鳥店 走進裡面 又覺得它像跳蚤市場 要你坐下來 讓老闆為你服務 你敢不敢 幸好剛剛蠢蠢 有先給我心理建設 說這位黃大哥 只是外表比較嚇人 他的手藝其實非常溫柔 從十二歲開始 就在理容院當學徒 二十六歲 才頂下這間理髮店 自己開業 四十幾年來 一邊收舊貨 一邊發明心玩意 老客人早就見怪不怪 甚至還曾經受邀到 台南文化中心展出 老闆說 理容師不只是一個理髮師 也是幫你照顧身體的專家 除了讓你變帥變漂亮 還會處理喉嚨痛 以及清理眼睛裡的髒東西 我的身體我自己照顧 這家理容院的心意 我真的都領教到了 那個誰誰誰啊 你不是要帶我去 全台南最奢華的理容院嗎 快點 我現在體力很充沛 要推多遠都沒有問題 這個在路上推 會不會被警察開單 目前是還沒有被警察開單 是喔 可是應該也會 不會那麼順利吧 你們推出來幾次 難道每次都可以這樣 一站又一站 這車都不用加油 不用什麼維修 不用保養 我們從美樂士理髮廳往美娜士 然後結果沒想到 推了三個紅綠身之後 輪胎就拋錨了 輪胎滾出去了嗎 還是抱胎 輪胎的輪框歪掉了 歪掉 太重了 這車太重了 對 太重了 所以我們後來就換了一個新的 這是重新換過的輪子 這個輪子可以承載一頓重 一頓重 對 我已經覺得 那個背後已經有點流汗了 感覺 我們該不會在這邊繞圈圈吧 不會啦 真的推得到你才可以講 你不要帶我出來 這樣子亂不亂洗 逛一下台南也不錯 亮哥難得這樣逛台南 不是 我有空自己來逛就好了 我不用一推這台車再逛 好不好 要不然這樣好了亮哥 現在我們兩個人 真的沒有辦法推到 要不然我們找一個停車格 停一下 這個你可以在我問第一次 還多遠的時候 就先這樣建議 我可以馬上舉雙手贊成 我真的想不到 這個小女生 到底是你堅持什麼 為什麼不乾脆用電動車 比較省時省力 不要說拋錨還是輪胎煤氣 光是從北區走到中西區 短短三公里的路程 就已經花了一個鐘頭了 我一心只想趕快前往蠢蠢家 鬆一下 各位不要想外偶 剛剛蠢蠢有說 她家是號稱全台南最大的理容院 除了一般該有的理髮 掏耳朵和刮鬍子服務 那裡還有擦鞋 修指甲 臉部保養等等的貼心服務 無論你再怎麼狼狽的進去 保證都能帥氣的走出來 剛好我現在是貴心褲頂褲褲 狼狽的像流浪漢 快快帶我去瀟灑走一回 哇 哇 真香 原來純純說的 來這裡商店就是這個藝術 純純媽媽 抱歉 我你抓人 沒辦法看你 給你面對面 我聽說你這個理容院開很久了對不對 對 現在在那裡這師傅 都是三十五檔一年 三十五檔 所以你店也三十五檔了 四十一年 四十一年的店 對 以前的理容院都是男士為主 對 那理容院以前是 應該都是髮髮髒 褲褲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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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還有靈魂的 剛好我們今天也是髮髮髮 後來包括 有比較大的 就開始做 有比較大的 對 比如說 讓我們更加的全面滑就對了 對 理容院 我們家裡 他好像有去找我圖片 對 所以這樣 穿著 以前是我們有 搭的嘛 剃頭膽子 對 對 煩熱水 煙蛋 煙在外面做生意 一樓臂就給你打頭髒 對 以前都有 那種鋁魚的 中鋁魚的 都放到外面 這樣在 大廳 都在做一點 那種鋁魚的 很好的 開店 就是 我們拿就是 拿筋都會 很不容易 對 對 對 燙到無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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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看著 日樓大廳 那些 穿著獅子珠光制服的阿姨 站成一盤 為客人 理髮或刮鬍 或者是 看著穿著西裝的經理 帶著客人走進那一間 我最喜歡的小木屋包廂去按摩 時代改變 人們的生活習慣影響許多傳統產業的蠢王 即便像蠢蠢家這種外觀氣派 服務周全的理容院 也敵不過淘汰的命運 捨不得母親當年的夢想被時代給淹沒 在大學任教的蠢蠢 而原本在上海科技業上官的二姐 回家接下理容院 希望可以延續老行業的生命 於是姐妹倆便把理容院二樓包廂 和多餘的理容以改裝 變成具有傳統特色的休閒空間 讓年輕人願意走進店裡 感受傳統產業的魅力 甚至還推出來理容院做客的小旅行 將其他老店也拉進來變成旅遊景點 讓旅人體驗被逐漸淡忘的老派 紳士生活過一個 道地台南紳士的紳士享受 哇 樓上海挑高耶 很大耶 對啊 我媽那個時候請建築師設計 她自己夢想中的旅遊 相當高大 所以我當時是媽媽投入了不少資金 在裡面投入 所以那個時候一樓就是我剛看到的是 有修剪頭刮的人 然後底下是按摩 樓上這邊有看有很多很多房間 這邊也是在按摩 就是客人多的時候樓上按摩 當時會就卡拉OK到家 卡拉OK跟理容業也有關係啊 就他就是把所有的娛樂都複合在 男生的娛樂 什麼 男生有時候乾脆先來卡拉OK 卡拉OK又再下去理容一下 然後再去按摩 哇 全套的 那後來就沒有做這麼大了 那這個空間 對 因為後來生意就開始萎縮 那所以二樓這邊基本上就開始用不到 那多可惜啊 空間這麼大 對啊 我大概三年前那個時候剛好轉職有空檔 然後所以媽媽一直在 其實我之前在工作的時候 他就一直跟我說他樓上想做民宿 就說好 我想做民宿 那現在我可以來幫你經營更改 那我們來做 只是我做的一個建議是他沒有想到 我跟他說 你這麼多理髮衣 我們民宿就是用理髮衣當床 睡在理髮衣這樣 不用另外準備那個床 床布 直接理髮衣躺平的也就是一張床 所以我可以參觀一下 大概變成民宿變怎麼樣 好 可以 帶我參觀一下 好 好 這個就是我們之前的作品 是喔 那現在怎麼變成好像倉庫一樣了 就因為其實我們這一區沒有辦法脫平去 所以那個時候就被觀光局發起 有被發過 所以就現在不能做了 對 不能做了 有像房間的房間 還有像床的椅子 那拿來當背包客 我覺得還滿合適的 而且它會變成是一個入住在理容院 然後睡在理容院上面的一個 我覺得很讓人家嘗試的一個體驗 一個新的體驗滿有特色的 會印象深刻 你讓這個地方更加活化一點 就爸爸媽媽希望自己設計 自己弄出來的一個心血 除了樓下繼續做理容的事業之外 上面可以 閒置的空間可以多做一些理容 一方面是這個會吸引年輕人來 那所以其實我們最大目的 就是希望年輕人可以透過這個機會來 認識理容院 其實是這樣子以前很平常的一個生活文化 那所以他們住進來之後 他們就會很習慣的去樓下看一看 那所以就有點間接的把它偏進來 然後他去嘗試一下理容院文化之後 我們希望他回到他自己的城市 他會去找他們自己城市的老理容院 那就希望說用這種方式 讓大家去願意接受理容院 那搞不好理容院會有一個機會 吸引商機 那搞不好就會有人願意去傳承 那理容院搞不好他就可以 有商機才有延續的希望 這個道理蠢蠢當然懂 但這是一整個文化的存亡問題 單靠一家店的力量談何容易 三年來蠢蠢挨家挨戶的採訪紀錄 把這些店的故事集結成企劃案 還上了募資平台 希望可以募還為這些老理容院做點事 然後最終宣告失敗 而捨不得母親的心血誤之一句 便把二樓包廂改成創意民宿 卻也因為地點不符合營業規定而破局 換作一般人或許早就已經放棄 可是蠢蠢背負著其他老店家對他的期待 說什麼也要堅持下去 目前理容院行動洗頭車依然持續著 另外他也還在籌劃相關的小旅行 除了要讓大家知道 真正的理容院有多厲害 還要讓每一位職人的精神 與故事流傳下去 每一家理容院都有各自不同的特色 他們也保留著不同的台灣記憶碎片 透過旅行也親自去看 去聽這些老理容院的故事 不但可以理解它的歷史與文化 同時也拼湊了過去台灣人的生活記憶 他也拼得很友善 也拼得很搭配 他也拼了滿期待